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统一证券总公司吕中达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美国通膨降温下的投资战略 有三个子题 分别是美国 为什么这次通膨能够降温 再者是金融市场的氛围 何以会好转 最后锁定在现阶段台股的投资战略 我们先来看 美国这次通膨为什么会降温 来分析里面的一些结构 那么在10号台北时间的晚上9点半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一个最新的CPI的统计 那这个10月份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是7.7% 涨幅是明显的减缓 核心CPI的升幅也下降 而且都低于预估的这个数值 显示走到这里 美国的通膨整体 有暂时减轻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意味着12月 联总会他的升息幅度 会大概现在大家认为是两码左右 那因此美股还有美国的公债 因此这样的上涨 那也带动了这几天台股的一个狂欢 那我们来看这个里面的内容 在10月的整体CPI比9月上升了0.4% 那月比的升幅跟9月相同 但低于预估的0.6% 比起去年同期则是上升了7.7% 这低于原来预估的7.9% 跟低于9月份的8.2% 这个结构其实也是带动了这几天美股跟台股大涨的主要背景 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想可能就是激期的效应 已经开始在发挥作用 那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核心CPI的部分 这个是剔除了食品跟能源价格 它比9月上升了0.3% 低于9月时的这个0.6% 然后这个年升幅度呢 由6.6%明显降到6.3% 比原来预估的6.5%来得更低 那我想我们要梳理里面的结构 就是这个CPI的升幅之所以能够收敛 到底是哪几个情况 我想主要是来自于医疗服务跟救车的价格 它回跌了 但是居住成本的涨势还是相对在高峰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CPI现在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于 在房地产这个部分 那这就要去看后面房地产 随着联准会的升息 应该有机会价格收敛 所以这个我们预期后续会有条件来比较缓解 那再往下则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这个工资物价螺旋的问题 那10月份的劳工的平均时薪 比去年同期少了2.8% 周薪的话是减少3.7% 这个比9月所公布的3%跟3.8%都来得小 代表什么 美国劳动市场的这个紧俏问题 也有稍微缓解 但是我个人比较认为后续啊 通膨有没有如大家预期比较大的一个受链 恐怕还是得回到我们一直以来在谈的这个工资物价螺旋 所以这里面我个人认为最需要盯的后续要观察的仍然是在美国这个工资的水准部分 好这个是统计资讯 我们来做一点这方面的一个评论 美国的联邦减益率到底还要升多少 以及政策的利益紧缩的水平要维持多久 取决于它的通膨态势 而目前来看通膨态势啊 它的这个下跌幅度取决于整个美国需求的放缓程度 供应链的改善以及价格压力能不能输解的一个幅度 那鲍尔主席一再强调通膨预期是我们在管理通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如果要控制通膨 联准会最需要要控制的就是民众对通膨的预期 好那整体来讲我认为啊 联准会在这个数字公布之后 虽然表示热见通膨降温 但对联准而言7.7%的年增率还是太高 那官员们也陆续强调 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宁可紧缩 也不要力道不足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方向大的这个结构并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为什么市场突然会这么激情正面 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探讨的主题 我们来讨论金融市场的氛围为什么能够好转 我把这一段叫做正向展望的行情 通常在每年的10月11月发动 有机会维持到隔年的2 3月 那什么叫做正向展望的行情 因为在这段时间 大半的上市归公司会讲出对明年的一个预期 那有一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明朗 但是在目前这个新旧年度的一个交错 你也很难说它一定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现在呢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实际的基本面如何 而是在投资界金融圈大家对明年可能的一个正向的预期 它就是预期可能有些是跟正向贴合 有一些跟正向不尽然相同 但一切要验真章都要等到明年的4月初第一季的季报公布出来才会清楚 所以这个展望的正向预期就带动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条件好转 那基本面而言机委可以看得到未来几个月 大概上市归公司对这个展望的讲法都是说上半年有机会会落底 所以意味着历经了大半年整体的基本面在恶化 要在短情思内看到更糟糕的数字应该也不太容易 那这又带动了另外一个我刚刚谈到正向预期的一个条件 所以整体来讲市场的氛围在好转 那市场从原来的风险区币转为风险追求 也就带动了这几天金融市场的一个狂欢或是盛况 好我们解释了金融市场的氛围为什么好转 接着我们最后对焦在台股在目前的环境底下 有哪一些投资的策略跟思维 我们来直接引述统一投顾最新的一个看法 在盘氏的判断 判断是认为还是一个持续反弹 那有机会挑战半年线 下档在13600左右会有一个支撑 那么多空的分析而言 就是其中选举之后 在这个12月左右 整个美股为首是比较偏一涨难跌 那再往下走就是说 短线啊 有机会急谈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毕竟这一波从10月25号的这个最低点往上谈 也谈了1000多点 那短期来讲要留意的是急谈之后获利回吐的一个卖压 那在现阶段看好的类股族群 分别是晶圆制造IP 载版方面半导体相关的一个板块 那么新人员车的电动车 以及汽车零组件方面的一个集团股 这是统一投顾 对于最新盘氏的一个展望 还有多空情识的分析 以及最后所提出来 整体我们看好的一些 现阶段的主流族群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有关美国CPI的降温 它衍生出来的相关的卖动 情识其实是蛮大的题目 我们今天先第一次来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 后续本周在下一个主题 我们还是在这个议题上 再来更为深入的讨论 非常感谢各位在这边的参与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 有助于判断跟操作 尽请帮忙按赞 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感谢